天南地北谈华语 今天接着谈韩数词九的字 而今天要谈的韵母都是微 啊 鬼道的鬼 左边车字旁 右边九 以前我老读错 总说成鬼道 后来人家纠正我是鬼道 我吓了一跳 怎么会是鬼道 听起来像鬼 谁还敢走啊 你想太多了 我是因为铁轨这个词学了鬼字 鬼在这里表示用条形的钢材 铺成的工 火车 电车等行驶的道路 好长时间我一直以为 鬼只能用在铁路 铁轨 当然不是 除了工 火车 行驶的铁轨 但凡表示车轮碾压的痕迹 事物运行的一定路线 甚至比喻法度 规矩 秩序等 都可以用上轨 比如车轨 轨迹 越轨 出轨 步入正轨等等 出轨既可以表示 有轨道的车辆在行驶中脱离轨道 比如火车出轨了 还可以比喻言行月出常规 例如 它办事稳妥 从不出轨 既然说到了轨 顺道潭加上三块的轨 医生的医 区域的区都有这三块 三块和轨道的轨构成轨 据文言色彩 指匣子 小箱子 比如票轨 你刚提的匣子 匣也有三块 三块里有甲 甲乙丙丁的甲 匣子是装东西的方形器具 有盖可以开盒 一般比箱子小 所以你刚才补充 匣子 小箱子 接着我们谈这个字 宝盖加囚 构成鬼 没看过 据文言色彩 带宝盖的鬼表示坏人 构成的词有尖鬼 尖是尖诈的尖 尖鬼指尖诈步伐的坏人 出自内部的叫尖 来自外部的叫鬼 诶 我第一次听说 出自内部的叫尖 来自外部的叫鬼 怪不得叫内尖 出自内部的 不过也有相反的说法 指内部的叫鬼 说文解字写道 鬼 尖也 外为道 内为鬼 道是盗贼的道 总之合起来 尖鬼 就是尖诈步伐的坏人 出自内部的也称为鬼 宝盖加酒 哎呀 这种出自内部的 房不胜房 就像个鬼 可惜不能让钟葵捉鬼 钟葵的葵也有酒 弯钩上有手 手要的手 钟葵是传说中善于打鬼的人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 Click 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